蔡英文政府选前就大打转型正义 那么其中一条就是瞄准了国民党的不当党产 如今党产条例通过 而且今天就正式生效 国民党中央即将面临党产冻结无法处分的窘境 那么先前呢行政院长林全曾经说过 而且呢在昨天的行政院的新闻港当中也提到了 不当党产不能用来知新 连带会冲击到基层党工的生计 这薪资从哪里来呢 而现在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主委顾立雄又高喊 党产要在年底归零 国民党到底该如何见招拆招 顾全百年老店的招牌 来看欢迎记者蔡继麟苏宏杰的专题报道 不当党产条例12号生效 国民党党产将遭清算 百年老店舍不冲击 无非是基层党工 党中央门口人烟稀少 毕竟即将袭来的风暴 各个心理五味杂陈 原本约好受访的党工不到一个小时突然取消 先见国民党内气氛非比寻常 是被下了进口令 还是内心真有难言之隐 离不清的状况下下一步该怎么走 蔡文上任主打崭型争议 蓝绿过往的恩怨情仇全诉诸不当党产条例 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并将条文修正通过 凡通过的那一刻 民党立委们欢欣鼓舞 虽然高举正义齐聚 透过法条要整治国民党过去党产一云 但党产委员会主委顾立雄信心满满 含换目标年底党产要归零 眼看仅剩下不到四个月 赶失诚苦的却是底下党工 合法的途径是可以支付的 跟各界募款这个时机 要必须是一个很适当的时机 在党产条例通过真正程序 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这样的动作 只能择一步算一步 前提先保障党工生计 算一算目前加入劳保的国民党党工 总计789人 如果平均月薪5万元计算 每月限制党工的人士支出 就高达约4000万元 而另外党内目前 1100多位退休党工仍领18%优存 导致每年党库负担达到6亿元 依照行管会统计 如果要结清优存贴席 最多仍需要80亿元 但国民党手头仅剩数亿元 面对庞大开销 党产将遭冻结 蓝绿情节危及党工生计 蔡政府上任短短数月 民生法案状况连连 不当党产案却是紧迫盯人 所以真正符合转型正义的是 厘清楚国民党的党产中 哪一些是合法的 哪一些是不合法的 所以零钱已经做了错误的第一步 他就说你所有的党产 都不能够用来支付你党工的薪水 或者是支付他们的退休金 这个是不对的 国民党还可以利用不当取得的财产 在每次的选举期间 去挹注他所有的候选人 而且这些财产的来源 很明显的是超过了党费 政党补助款跟政治现金以外 是转型正义还是消灭政敌 国民两党兼长久来的夙愿 能否就此定住 从12号不当党产条例生效开始 已经为士气低迷的国民党 带来另一波心风谢雨 欢迎讯苏宏杰 蔡介林 台北采访报道